11月23日,记者从吉林延边联业部门获悉, 近信湿地京东集结的南迁候鸟较往年有显著增加。 目前,湿地大雁的数量已经超过20万只, 成群结队的大雁一起飞舞,构成一道壮美的鸟浪,十分震撼。 地处吉林省延边州浑春市的近信湿地, 是西伯利亚南迁越东候鸟进入中国停留的第一站。 这片湿地江河贯穿,湖泡连片,被誉为候鸟迁徙的五星级驿站。 经过近两个月的不断聚集,静信湿地候鸟的数量已接近高峰, 南迁越东的候鸟大军主要由大雁组成, 农田、草丛、湖泡、村庄中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。 对于大雁来说,静信湿地不仅是摆满食物的大食堂, 同时也是一处训练场,大雁南迁路远身高,充满各种艰险, 在休整期间,他们往往要训练如何协调一致, 如何借助气流飞行。 清晨鸟鸟鸟穿透薄雾,远远望去, 它们在地面上聚成一条线,一旦有一只起飞, 周围的也会跟着飞起来,继而赶着更前面的一起飞, 场面如同奔涌向前的黑色潮水。 今年我们秋季的鸟类迁徙工作,到目前为止, 已经监测到大雁,在二三十万只左右。 11月下旬,静心湿地的水面逐渐风动, 大雁会成群结队地落在上面歇脚, 冰面上虽然没有食物,但是也开阔, 对大雁来讲,更容易躲避猛禽的捕食。 海雕呢,也是以这个大雁中的老弱病残为主要这个食物, 说明这套生物,食物链啊,达到非常完整, 说明静心湿地的生态环境呢,也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。 静心湿地的繁荣景象是沿边连业部门、 地方政府与民间三方合力推动行程的。 林业和公安部门不断升级监控设备, 加大巡防力度,当地民众也转变思想, 积极加入护鸟行列。 当天,静心湿地雁群中还出现了唯一一只雪雁, 洁白的羽毛让它格外显眼。 据高大斌介绍,按照以往经验来说, 雪雁一般都是随着最后一批大雁来到湿地, 这也预示着大雁即将从浑春开启南千之旅了。